北京时间7月28日晚,中超第14轮的一场焦点之战,在上海生花和北京国安之间展开。 比赛中,上海生花2比2战平北京国安,作为中超历史最为悠久两支球队,今后得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,不只是球场上火爆,到了场下依旧是争议不断。 在昨天的比赛开始之前,两队的球尼就已经引发了争端,球尼之间,球尼与宝阿之间的冲突,甚至惊动了鸿口警方。 比赛中,两支队伍都表现出了血性,各种足球场上不应该出现的行为,直接导致了再后一系列的争议。 就在今天凌晨,北京中和国安俱乐部官方发微博,谴责了上海生花队员李玥秋,在比赛中,对国安外人巴坎部的犯规,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,不可被接受。 随后,李玥秋在其个人微博中,对此事发表了声明,对自己对于巴坎部的犯规承认了错误,并解释为本能反应。 就在李玥秋发表声明后不久,上海绿地生花俱乐部官方,也针对昨天晚上的比赛发表了看法。 他们认为国安队员为是豪在场上对生花年轻球员朱晨杰,进行了恶劣的言语攻击,这种行为不该被纵容。 此外,生花还指出了国安比赛中,存在多次出现的故意拖延时间的行为,这种行为是不利于连塞发展的。 两家球队之间的暗中较劲,也引起了许多相关人员的评论。 生花足球俱乐部外是联络部副总监张川在微博上写道, Shut up,足球比赛,难道让友好到一起喝下午茶? 主力前锋停赛一轮,就非要拖别人下水。 北京国安队员于大宝更是晒出了腿上的伤,并对生花官方所说的拖延时间表示质疑。 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,也对此事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北京国安与上海生花在场上的行为已经延伸到了赛后, 从李运秋,为世豪,与大宝等个人球员, 再到国安与生花两家俱乐部,甚至是整个中国足球圈, 这场闹去还远远没有结束。 中国足协将如何评判这件事,我们拭目以待。